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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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BRECE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便利商店第一次的美食 鹹食 零食 餅乾 各種都來介紹一下 那首先介紹的是我很喜歡的便利商店 囉嗦 那提到囉嗦呢 就一定要提到的就是這個 唐揚げ群 其實這個 剛剛只是我吃完了 然後剛剛買了三個口味 這個啊BBQ是 它很特別,它真的吃起來就是有一種煙燻的那種感覺 然後整個這個燻味啊 一吃就比一般在口中,很特別的口味 大家可以試試看 但是我後來吃來吃去呢 我還是覺得這個起司最好吃起司口味 這個紅色是辣的 這個大家有看到喉叢一定要來吃一下 再來是介紹這個飲料 這個飲料很非常熱 很稀有的感覺 因為我在日本只要看到便利商店 不管是什麼牌子的,什麼家的 我每一個都一定要進去 而且日本便利商店很有趣的地方 假設就是可能兩間全家兩間Seven 可能開得很近的地方喔 你都進去逛都賣的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然後這一個呢 我這一趟來日本逛了十間以上的便利商店 第一個看到的 從來沒看過 我現在是在立木縣的宇都宮 宇都宮車站 然後我住這個Hotel My Stays 對Hotel My Stays 這個飯店旁邊的全家 第一次看到 喔而且這一間的那個全家非常值得來喔 就是因為我不喝酒 但是喜歡喝酒的各位 這間便利商店很值得逛 欸它有好多那個平時很漂亮的 立木縣限定的這個雞尾酒啊 等等的各種酒 然後很精緻很漂亮很適合拿來送 水蜜桃漢汁汽水 我第一次看到耶 然後就覺得欸好特別喔 就來喝喝看 喔這個 剛剛一喝就覺得哇好好喝 哇好喝 不喝喝 它的那個氣很濁 然後味道真的很好喝 接下來這個呢 這個餅乾很有名 不知道有沒有人吃過 脆脆的巧克力餅乾很好吃 有些台灣的店舖也有買 但是呢這邊居然出了這個 冰淇淋版本 我一定要買了 這個餅乾真的很好吃 這樣子被夾在冰淇淋裡面 一定是很好吃的 對 看到就很感動 然後我想說哇 居然出來了冰淇淋版本 哇好香喔 喔它好可愛喔 喔 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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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餅乾好多喔 嗯 好吃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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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這餅乾牙口快咬不動 它好好吃喔 它餅乾好脆 嗯 好吃好吃 你看你看好多層 層層的巧克力 這個很搭 嗯 可惜要可以嗎 然後不好意思 接下來這個也是被我吃光了 這個是全家出的 Double Cream Sand 一罐連乳米 這個呢 真的很厲害 它是鬆餅 是很蓬鬆軟軟的那種鬆餅裡面 有草莓跟起司 夾心的cream 好好吃喔 我們一下就把它吃完了 它是圓圓的 它呢我真的覺得有 好像在店裡面吃 下午茶的那種水準 日本的那個便散店真的很厲害喔 這個真的可以嘗試一下好好吃喔 將 接下來是這個日本的新產品 這個梨子的 sumurgy 100% kanikuri 它說有 不是狗肉 是果肉 它說有果肉對不對 它是 喝起來的感覺呢 它的口感很 驚艷 不是你平常想像到那種 喝果肉的口感 這很難形容 但是我一喝就覺得 這是有顛覆我的想像的那種感覺 那很特別 這個可以嘗試一下 因為我本來想說 欸梨子 好不好喝啊 但是 這個很厲害 將 還有這個 這個是我原本沒有打算介紹的 是我在立木縣宇都風站裡面的肉手買的 這個 它口味很特別 因為我喜歡哈根大師嘛 然後也是我這次來日本逛了 十間以上的便散店 第一次看到哈根大師有這個口味 我從來沒有看過 紅茶 然後又有這個白桃口味的這個蛋糕塔了 那一打開就覺得 這個要看一下 將 透明的欸 就是有這個透明凍狀的感覺 好特別喔 這到底是什麼 欸你看你看 上面是有一點這個醬嗎 看得出來的這種感覺嗎 它不是冰欸 好我咬一口看看 喔 裡面有這個紅茶欸 欸這個感覺就很好吃啊 這一定好吃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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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ヤバイ 美味 めっちゃ美味 我天哪好好吃喔 我還沒吃到紅茶的部分 那個光上面的這個 透明的 它好像也不是那種 一般的果醬 好難形容喔 天哪 怎麼會可以想到這種 這麼特殊的口味啊 白桃紅茶蛋糕塔 喔 嗯 紅茶好香喔 天哪 好奢侈的一口的感覺 啊 いただきます 欸現在才這樣 超好吃喔 我不會一直在講好吃 可是真的很好吃欸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吃這個 的っかいバニラモナカ 那的っかい呢 就是很大的 大大的的意思 バニラ就是香草 モナカ就是王家新的東西 好 它就變成了 とにかく大きい コクのあるバニラアイスを 香ばしいモナカの皮 で産度しました 然後總而言之就是很大啦 呵呵呵 應該吃小コトン啊 的感覺嗎 然後 就是有濃郁的這個 香草冰淇淋 香脆的這個 モナカ的皮 去包起來 這樣子 好 真的很香欸 香脆 好 那我就直接かぶり 直接 好 嗯 嗯 我剛剛一咬有 嚇到 因為它皮好脆喔 真的脆脆的 而且又很香 我想說大家在台灣 有沒有吃過那個 森永牛奶糖的這個 夾心的 牛奶糖的冰 它的那個 皮啊 是軟的對不對 都是脆的耶 好脆喔 好那接下來要吃的是 這個 我對它們的哈根達 酸 水果果的 水果果的 甜甜的 地瓜的 怕 對 這奇天餡地的口味喔 那日本奇天餡地的哈根達超多的了 都很好吃 因為我認識他們的宗斯粉絲 然後最近日本的商品我發現 地瓜 香蕉 跟檸檬 這三樣的口味特別多 在裡面打開是這樣子 本來以為會不會更滑 結果還好耶 然後好像有一些這個甜甜的醬嗎 在mix的感覺 不知道地瓜 冰淇淋的口感是怎樣 我覺得很好奇 好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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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喔 而且 小小的地瓜在裡面 我本來想說會不會很奇怪的口味 真的 哈根達太厲害了 他做什麼都好吃 水豆腐這個宗斯的呈現耶 地瓜泥烤的甜點 真的就是那個味道 然後完全變成冰淇淋的那種口感 嗯 好好吃喔 那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們 請給我們一個讚 然後這邊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那最後也別忘了訂閱我們 這裡這裡 チャンネル登録 是非是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訂閱